当时我正职就是复活节 所以我在家里面就觉得我也要复活了 公元2020年开始 主耶稣基督复活后 变成救世主东方圣人四中弥勒佛 接下来第二个复活的是维罗尼卡 就是邓紫棋 羔羊的心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这句话的意思是 耶稣与维罗尼卡复活后 变成第二个耶稣东方圣人与邓紫棋 紫棋就是心妇 2027年邓紫棋会跟第二个耶稣相拥 耶稣说 信是所望之事的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东方圣人说 意思是神明不会骗你 不好笑 就是如东方圣人约 你所盼望的好事 信就会有 还没看见的人 信就可以看得见 信 你就可以站起来 不信 你就一直躺在那里 有了耶稣 一切皆有可能 耶稣说 要有光 就有了光 邓紫棋说 你是谁比较重要 还是你相信你自己是谁比较重要 就是你是谁比较重要 还是你相信自己是谁比较重要 邓紫棋回复说 你相信你自己是谁 比你是谁还要重要 我觉得做自己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是谁 一个人 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综合体 他其实在不同的情况下 他有着不同的责任 他有着不同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加了任何一个 形容词在前面 都好像变得不完整了 因为我觉得邓紫棋不止这样 我知道我在这个社会 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它是一种有克制的做自己 因为你对这个世界有责任感 我觉得当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怎么前进的时候 你就问自己 你为什么想朝这个方向 通常就会找到答案 我以前最常想的两个问题就是 我是谁 还有我为什么存在这个世界上 我相信自己是谁 和我相信自己为什么存在 在我出生的时候 忘记在天界的开始 明白这一次的开始 不想再记 你相信什么 你就会朝向什么 第一个问题 当然就算 我相信自己是谁 这些年来呢 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发现 有时候呢 你相信你自己是谁 可能远比你真的是谁更重要 因为你可能很有潜力 但是你要是不相信自己的潜力的话 你根本就无法发挥你的潜力 就是主东方圣人士 中正军弥勒佛苦行21年 三乘七的三大阶段 这个三就是地人天 三七二十一 为什么二十一呢 因为耶稣苦行两小时十分钟 二跟一 然后两千年后再来 就是二十一世纪 所以就是二跟一 三阶段就是2006到2013年 揭开七印 这个是地 2013到2020年 催响七号 这个是人 2020到2027年 倒下七晚 这个就是天 这是苦行三阶段 那么我们今天来讲 第三个阶段 倒下七晚 心腹出现 这句话的意思是 就是主东方圣人苦行21年之后 心腹就会出现 苦行21年就是公元2006到2027年 所以 2027年 卫阳年的时候 完成苦行的东方圣人会跟心腹 邓子齐相拥 这种情形就是 羊喂羊 喂羊年 喂羊年 2027年 是羊年 叫做喂羊年 高羊耶稣 是中于生肖属羊的 尼卡子齐 都是羊 子齐出生于1991年 新喂羊 所以就是 喂羊年 新喂羊 2027 喂羊年 然后邓子齐是 出生在 1991的新喂羊 所以就是 喂羊年 新喂羊 2027 丁喂羊 定喂羊 一定喂羊 你看 数字密码 高羊 假七串 道下就是 道出 意思是说 东方圣人 苦行阶段 逐步清除 世间所有障碍 边走 边清除 用生命智慧 揪出社会 错误的运作模式 以及 拟定改善 未来生活的模式 所以 就是这一句话 你一直在寻找的方式 真相 真理 生活 七仙女 倒下七碗 七种颜色 到世间来化栽 然后 大天使 米加勒 也就是 东方圣人 将七种颜色 组成彩虹 叫做 彩虹 暂时 再次为地球 带来新色彩 被破坏后 重新组合 就是被 国家政府官员 不正当的封控 封城警戒 奇怪的禁令 一大堆给破坏 人民的生活之后 重新再 把它组合起来 用神明的方式 正确的方式 对的 纠结方式 重新组合起来 叫做 七碗 七才 彩虹战士 未来佛时期开始 第一个成佛的 是世中真君 号 弥赛亚救世主 东方圣人 世中弥勒佛 诸仙神佛的东西 全都下在 世中弥勒佛身上 衬托而出 至此正式展开 未来佛纪元 而第二个成佛的将会是 邓子齐 子齐 圣女 瑶池系统 新的化身 瑶池金母 决定把所有一切 下在 邓子齐身上 来 衬托而出 这就是 初期阶段 考官 比较大方 比较能够 轻松 登榜 一旦 后面 后面一堆人 来抢夺的时候 考核的难度 就会增加 公元2044年开始 全世界会有一堆人 抱住 世中弥勒佛的脚 祈求也要成为 仙佛 所以 观音佛祖 2022 仁寅虎年 郭韵迁 重复讲了三遍 2022 今年 就是成仙成佛 比较好 过关的一年 其他仙佛的 郭韵迁 也有带出相同的意思 这个就郭韵迁的内容 舌身 异域 变成龙 得意 在其间 你看 舌身变成龙 就是呈现成佛的好机会 来了 万事逢春正及时 宛如淤泥中片玉 你看 现在就是时候了 脱却成凡出就用 梁公一举 一举出尘埃 这句话意思是说 你要摆脱你现在的窘况 赶快照观音佛祖讲的 方式 神明方式去做 就能够出尘埃 莫显此路有重重 自然变化得成龙 因为 神明知道 大家对于成仙成佛的 考核条件 似乎好像 难度很高的样子 但是观音提醒了 但是观音提醒了 不要怕 先佛的路线很难走 照神明的方式这样子走 就跟东方圣人一样 自然变化得成龙 然后 去蛇反转变成龙 危险高山行过境 危险高山行过境 就是说 你只要照神明的方式 你就不会怕 异鬼把你带走 叫做危险高山行过境 然后 就是 见之不取 网绕心 劝君 折取 莫迟矣 你看 神明 一再的提醒你 今年就是 很好的 呃 成仙成佛的好年 你一定要 把握机会啦 所以叫做 见之不取 网绕心 劝君 折取 赶快 不要迟矣 再来 佛前发誓 无异心 且看前途好 得好因 怎么做呢 跟东方圣人一样 要先 反省畅 怎么反省畅 到神像前面 每天都去 去一百天以上 连续 至少要连续一百天 佛前发誓 无异心 然后后面就会越来越好 且看前途 得好因 救世主 东方圣人约 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公元 二零二二二年 姚慈基姆决定 把七仙女 以及三千女仙 全部都倒在 邓子齐身上 打破人界 与神界 有史以来的记录 全部都给邓子齐了 所以邓子齐 呈现给大家的 就是 千变女神 所以才会有这句话 倒下七晚 心腹出现 这个是圣讯 第二个耶稣的 心腹 那个心腹 就第二个耶稣的心腹 姚慈基姆 本来要一个一个 慢慢倒 后来又觉得 啊 干脆全部都一起倒出来 因为 未来佛祭缘 第一个 第二个 成佛的出现啊 要给这 一二三 前面这几个 好康嘛 所以就全部都倒出来 给邓子齐了 不是一滴一滴的下 而是用倒的 从天上 整盘 全部都倒下来 欢庆 未来佛纪元 开始 大方给 初期 优先成仙佛的人 大好康 末段班 才想要成仙佛的人 获得的宝 就会很稀少 几乎拿不大 耕耘而后采受 懒惰的人 只会想到 果实好不好采受 成功的人 都会亲自去播种耕耘 这些计划是东方圣人 成佛之前讲的 所以观音佛在2022年 特别强调三次 莫显此路有重重 自然变化得成龙 再来 把圣神大怒的七碗 倒在地上 这什么意思呢 仙佛们看着地球 逐渐腐败了 被魔鬼附身的 恶官员玩坏了 而大怒 将七碗七彩 七彩倒下人间 准备拯救 神明看不下去了 避免人类卡质被上帝抽掉 所以神明 也是很紧张 赶快把七碗倒下来 给东方圣人 以及紫棋圣女 组合起来 变成 新的七彩 七色彩虹 倒下七碗 2020年到2027年 公元2020年的时候 瘟疫劫难开始时 四中真君行灿的时候 受到先佛点化开化 而开悟成佛 自此开始救出国家政府 错误的纠结方式 逐步开始修正地球生态 社会运作方式 运作模式 现在佛的三期末节末法时期 也就是21世纪开始前的第三期 最后一个六十甲子年 就是公元1983到2043年 这个是属于 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最尾端 先佛派救世主 东方圣人下凡整顿 民间腐败的宗教 与腐败的政府官员 两者因利益勾结 致使百姓受苦受难 所以才会变成魔鬼 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你看最后这个六十甲子年 政府官员跟宗教 虽然都有努力 可是方式错了 所以才没有救起来啊 为什么呢 因为都被魔鬼附身了 所以东方圣人跳下来惨魔 公元2020年跳下来 空降下来惨魔期间 当他们开始赶到坐立南安的时候 就会开始联手抨击第二个月 唐代诗人李商寅 公元813到858年的时候 写诗的时候有提到这个预言 叫做新卫七夕 新卫七夕的意思就是 新卫阳年的七夕 重点来了 这个李商寅他已经预言了 唐朝的时候预言 这一天出生的人命格不凡 足以震撼全世界 所以答案出来了 邓紫棋的生日就是新卫七夕 1991年8月16号 7月初期 新卫阳年出生 邓紫棋 我觉得很感动 我相信自己为什么存在呢 用生命影响生命 而我也相信不只是我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同样这份使命 我相信每个人的独特 不只是在我们指纹的独一无二 我相信每个人生在世上 都有一些只有你才能够带来的影响 对我而言 改变世界不可能是一个人 或者几个人的事 这个世界如果想要变得更美好 多一点爱 多一点希望的话 这只能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一起影响身边的人 所带来的结果 一个人消极是因为不知道 或者根本不相信自己有影响力 你才会觉得地球没有了我 又不是不会转 我又不重要 这世界又不差我一个 但我觉得不是这样 因为我相信这世界真的差你一个 我相信这世界是需要你的 看到世界阴暗的一面 可是你没有绝望 你只是失望 无论开心 无论不开心 你都重新开始 是给自己的一种解脱 你看到这个世界阴暗的一面 可是你知道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希望 当你活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可能跟你想象有落差 可是这并不代表你应该失望 当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前进了多久 自己对着电脑哭了起码半个小时 不是流眼泪哭 是大哭 好哭那种 你是谁比较重要 还是你相信自己是谁比较重要的 这是我的心想 很喜欢它真实 那我想 是的 好ري的时候 我来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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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